作者 海熙2012年末日危機地球重置論 你們還記得地球2012那時發生了什麼嗎? 地球古老民族馬雅文明在遠古時代預測 地球2012年將會降臨末日危機 但在當時那天市民都覺得是末日降臨 十分擔心幸好在第二天地球正常度過 不過當時2012末日的第二日那天 地球環境進入了一個全新軌跡 很多事物、好像曼德拉效應一樣 吸神的電腦收覆了數據指令出現了集體記憶修改 很多事物和故事人物都有不同的變更 好像以前的地球沒有了 集體轉移到了一個全新的地球空間 就好像以前地球在新的空間 被重置了數據運行指令一樣